大家好,我是Stan 目前为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 七人组合的外籍娱乐新人女团babymooster 因为杨阳手宣布 babymooster绝对不是七人组合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3月6号,杨阳手通过影片表示 透过几年的培训 最终留下了这七名有实力的孩子们 依我看来,他们是最有出道可能性的练习生们 但是babymooster成员数 绝对不是七个人 一定会有淘汰的人 为了最终选拔的最后一次评价 将选拔babymooster成员的最后一次悦魔评价 公开给粉丝们 来挑选最顶尖的成员们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有淘汰的话就不要公开孩子们的脸呢 这样淘汰的人不就一直会跟着那个标签吗 不要再欺负为了梦想努力的孩子们 一定要用这种方式营销吗 反正最后还是会让所有人都出道 还在那里装 真的是从预告片一开始就觉得很老套 真的很老套 怎么不想想 为什么女精死之间公开后就掀起了热潮 这跟皮贝那个时候有什么差别呢 哇不过杨颜色怎么能这么光明正大的出来呢 可可 他为什么一直出来对组合会有负面影响啊 但是也有这样的留言 为了孩子们比起没有露脸后直接淘汰 这样露脸的话 最终可以去别的经纪公司 也可以做网红啊 所以对于杨颜色说的 babymooster绝对不是七个人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BLAYPINK 极锁的个人专辑终于要来了 3月6号 YG娱乐官方上传了一个海报 极锁 Coming Soon 2023年3月31号 而因为就在之前YG娱乐声明过 极锁的个人专辑是目前BLAYPINK影片中 投入最多制作费用的MB 而让粉丝们都非常期待 而对我个人来说 极锁的个人专辑发表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快 所以确实让我有点惊讶 哇 是不是疯了 真的太期待了 哇 看到有日期在就是真的了 YG没有公开日期的话就不能相信 实话 现状真的是在咚咚咚咚咚 无法猜测是什么样的风格 因为其他三人的风格都不一样 所以真的很期待极锁 如果能发表Clarity这样的歌 应该会大发的 而让我最期待的是 粉丝们应该知道 BLAYPINK成员们的solo歌曲名 是按照发表个人专辑的顺序 今天你是S S ROSA是O LISA是L 所以几首的solo歌曲名 会不会是O开头呢 oh yeah orange oh 精 不是 寒热 放到 nenhum 味噌 是我的 仍然是 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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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澡